我押中了高考大题 以满分成绩取得高考状元 在采访时 我资助的贫困生故意插嘴 林家 你说会考的题都考到了 你好厉害啊 真羡慕你 还没考试就知道考题 高考状元拿得轻轻松松 不像我 一题都没猜中 果然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就这样 同学骂我只会作弊 网友更是叫嚣 取消我成绩 就连竹马和弟弟 也心疼他而厌恶我 我被他们霸凌死了 此前 我还听到苏林一叹气 哎 他只是被丢到还有眼死了 但他还拿走了 我的状元名仆啊 再次睁眼 看着怯生生的 求我帮忙压提的苏林一 我笑了 这辈子 我要玩死他 林家 你成绩那么好 你帮我估算一下 看看高考会考什么大题 好不好啊 看了眼前怯生生的苏林一 我笑出了声 也真是没想到啊 竟然重生这种戏码 也能掉我身上了 谁让我怨恨大 死后都恨不得 把苏林一千刀万剐 前世我将苏林一当好朋友 他说他家境困难 连读书都成了问题 我爸妈说 让我读完高一 到16岁 就可以辍学去打工了 可我不想 我好想读书 林家 我好羡慕你啊 你家境好 家里有钱 都不会有这种烦恼 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我心软 主动用自己的零花钱 为他付学杂费住宿费 甚至连每个月 他的零花钱 都是我自助的 可他不满足 又说羡慕我有好多朋友 而他却总是孤身一人 我便主动将他 拉入我的圈子 介绍我的朋友 我的竹马 以满分成绩 取得了高考状元 在采访的时候 苏林一却突然闯入镜头 故意插嘴 哇 林家 你说会考的题都考到了 你好厉害啊 真羡慕你 还没考试就知道考题 高考状元也拿得轻轻松松 不像我 一题都没猜中 果然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我努力自证 班主任也以职业生涯为我澄清 学校更是发出声明 澄清我的清白 可没人相信 其他考生依然骂我 只会作弊 网友更是叫嚣 取消我的成绩 我的竹马和弟弟 也为了他的话厌恶我至极 我陷入了自证的死胡同 不停地为自己证明清白 换来的 却是永无止境的网络霸凌 我不懂 为什么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对我有这么大的恶意 将莫须有的事情 说得灰声灰色 将我塑造成了一个 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更不懂 同窗三年的同学 明明知道我的为人 知道我的成绩水平 还要昧着良心 诋毁我作弊 甚至我还被竹马 和亲弟弟联手绑架 将我推进了大海 任由我被海水活活淹死 临死前 我看见苏林依依威在竹马怀里 重重叹气 哎 他只是葬身海里 但我的状元名头 还是被他拿走了呀 我怨气冲天 不甘心就终被害死 没想到再次睁眼 就又看见了 害死我的罪魁祸首 站在我面前 怯生生地求我帮忙压提 压提 我压他去坐牢行不行 我冷笑挥开了他手中的试卷 苏林依 老师都画了多少次的重点了 还压什么问题 努力刷提就是了 哦 不过就你这破智商 也别刷提压提了 你是合晚上数月亮 白天数太阳 苏林依脸色一白 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你 你是说我蠢 那可不就是蠢吗 我前世还给他压提 都压中最难的大体了 他连个三本都没考上 怎么有勇气说出 我抢了他状元名头的话呀 我翻了翻白眼 毫不客气地推开了他 你清楚就好 我对傻子的忍耐度不好 少跟我说话 还有 你耽误我的时间了 和你废话的这一分钟里 我已经可以做三道选择题了 苏林依惨白着脸 怯懦地扣着手 眼眶微红 凌家 可是你昨天不是还在帮其他同学复习吗 为什么我问你 你就不愿意搭理我了 我知道 我家里穷 比不得其他同学的家境 可高考是公平的呀 你身为班长 不应该这么区别对待呀 我冷着脸 直接将桌上的书本重重于帅 见全班人的视线 都看向我们这边 我才开口说道 怎么 你穷你就有理了 你穷就能吃我的 穿我的 我帮你资助你 你现在还反过来说 我去别对待 我就没给你压体 你就这么诋毁我 那你占用了我复习的时间 你拿什么来赔偿我 你以为你四海之内接你妈呀 处处都得让你以你为尊 那我平日对你这么好 也没见你叫我一声妈呀 苏林依占红了脸 支支吾吾半天 仰起头四处张望 下一秒 一个男生大步走了过来 将苏林依护在了身后 他愤然作色 指着我大骂 林家 一一不就是想找你当下忙 你怎么还对他人身攻击的 你真恶毒 我看着眼前的宋明 毫不犹豫地打了他一巴掌 班上的其他同学倒吸一口气 宋明捂着脸 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你居然打我 林家 苏林依心疼地看向宋明的脸 哭得楚楚可怜 宋明哥哥 你没事吧 林家 你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 宋明哥哥只是怕我边欺负 想帮我说话而已 你怎么还上赶着 就打人家一巴掌 就因为你家里有钱 就可以这么狂妄嚣张吗 我冷笑 苏林依 你刚才不是还在说因为你穷 我看不起你 所以对你区别对待吗 我这是让你好好看看啊 我可不是区别对待 而是对乱叫的狗 我都一视同仁招骂不误 我双手插胸 冲宋明扬了扬下巴 怎么 宋明 你上来就对着我指手指 冲我大骂 我还不能打你了 你忘了宋叔叔是怎么教育你的 第一天跟个泼妇一样 乱费懂不懂 林家你 你什么你 真当自己是宋叔叔的亲生儿子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是吧 牛逼的是宋家又不是你 你在蛮横的什么劲呢 我棱眼扫尸了一圈班上 看着其他同学忍不住耻笑 也就是这群不清楚真相的 还真当你背靠军区全是滔天 上赶着来巴结你 众人一听 脸色微变 不停地打亮着宋明 苏林依更是诧异 小心翼翼地扯了扯宋明的衣袖 宋明哥哥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红三代吗 宋明脸色惨白 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他不是不能解释 是他不敢 他该怎么去和全班的人说 他不过是一个设计下要怀孕 想五瓶子贵的女人 所生下的私生子呢 要不是宋家秉承的 孩子是无辜的这一点 捏着鼻子 把宋明接回了宋家 宋明恐怕早就死在他亲妈手下了 可偏偏宋明自己不争气 从小到大不懂得提升自己 只知道贪图享乐 宋家那种军人家庭氛围 可不会花太多心思 在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身上的 不过这些事 班上的这些人可不知道 苏林一也不知道 再加上宋明有意炫耀 大家都不敢招惹他 前世我被苏林一诋毁 班上的同学说我作弊就有他的手笔 宋明看班上的人都在议论他 面上有些挂不住了 他紧紧握住拳头 狠烈着眼低声警告我 林家 你注意一点你的说辞 否则 你别怪我去告诉你爸妈 我当场笑了起来 多大的人了还告家长 你告我啥 是要告诉我爸妈 你这个自己成绩都不咋样的 还有资格来教育我威胁我 还是告诉他们 你为了让你爸多看你几眼 从小就有意接近我刷存在感 可惜有什么用呢 你爸是把我当妻女儿疼 可没把你当亲儿子宠骂 宋明彻底生气了 直接将手高高举起 他的手还没打下来 一旁的苏林一又给自己加戏了 他冲了出来挡在了宋明面前 一正词言地教育着我 林家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就算你和宋明哥哥是青梅竹马 但你也不能将宋明哥哥的私事搬出来说 宋明哥哥会很伤心的 你看不起我也就算了 不愿意给我压体我也不在乎了 但你不能欺负宋明哥哥 好好好 还给我言起来了 当自己是穷妖剧女主呢 但显然宋明对此很受用 他一脸感动地看向苏林一 一一 我当即发了个白眼 两位戏这妖都要不要给你们原地当戏台子 自己跑来找骂还有理了 班上的人都不是傻子 看刚才宋明对我对得哑口无言 在联想我说的话都明白了过来 有胆子大的还直接吐槽起宋明和苏林一 班长说的对呀 不就是没帮他压体而已吗 至于在那里阴阳怪奇班长吗 搞笑得很烈 一口一个自己穷说别人看不起他 那也没见他平时靠学习改变自己的人生了 我早就想吐槽了 我跟苏林一一个寝室的 他老是大晚上跟好几个男生打视频 真的很影响我们复习 跟他提意见 他也是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说我们因为他家里穷看不起他 我真的是服了 有些人还想英雄救美 结果被啪啪打脸 之前在我们面前多嚣张啊 还威胁我们必须听他的 不然就要让他家里人搞死我们 原来都是虚张声势啊 宋明哪里被人这么议论过 愤愤不平地瞪了我一眼 脸色铁青地离开了教室 苏林一也恼怒地看了看我 追着宋明跑了出去 他俩刚走 就有一些同学赶过来打听宋明的八卦 都被我已要复习的借口劝退了 上辈子 这些人可能是受了宋明的威胁 做了伪证来诬陷我 可他们对我造成的伤害也是真的 哪怕是重生了 我也不想给这些人好脸色看 反正都要高考了 以后也不会再有联系 过了没多久 上课铃就响了 可是宋明和苏林一都没有回来 我笑了笑 直接走到班主任身旁 老师 我看宋明同学和苏林一同学还没有回教室 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班主任皱了皱眉 再等了两分钟才开口 铃家 你帮我开会同学 我出去找找看 老师 还是我去吧 刚才课间我跟他俩发生了争执 我找到他们想顺便到生歉 班主任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同意了 快去快回 找不到就赶紧回来 宋明和苏林一暧昧的声音 我赶紧将手机掏了出来 悄悄打开了门一个缝 偷拍起他俩运动的画面 我也是对这两人蛮服气的 刚在我这受了一肚子的气 居然还能有心思做亲密运动 我之所以这么笃定他俩会在这 还是因为前世 前世我死后 可能是因为怨气太大 灵魂一直跟在苏林一的身后 看见苏林一一步一步的 占据了本属于我的人生 看见他被我弟林奇带回了家 两人一唱一和 将我的死音 说成了因网络霸凌 而引起的自杀行为 他哭着和我爸妈说 和我的关系有多么好 是我最好的朋友 叔叔阿姨 林家虽然不在了 但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你们是林家的亲生父母 便也是我的爸妈 从今往后 我会将你们视为 我亲生爸妈一样对待 在林奇的怂恿下 苏林一直接住到了我家 拜扎了本属于我的房间 穿着我的衣服 每天游走在宋明和林奇 两个人之间 有次我跟着苏林一 和宋明一起回到了学校 我跟着他们进了器械室 两人稳了那一会儿 便开始脱衣服坐上了 那时候我听到宋明说的话 才知道 这两人以前 没少跑到这器械室来约会 刚才我见他们这么久 都没回来 便突然想到了这事 没想到 还让我直接拍到了现场视频 我见拍得差不多了 赶紧收回手机 捏手捏脚的转身跑开 却没想到 身后站着一个人 你在看什么 我吓了一跳 差点叫出声 赶紧捂住了嘴 看清楚眼前的人 我松了口气 赶忙挖着他走远了一些 沈志默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看你一直没回来 有点担心 我笑了笑 没事 我正打算回去 叫老师过来抓现成了 沈志默看了看器械室 抿了抿嘴 他们应该没那么快结束 你留在这里吧 我跑得比你快 我去叫老师过来 我还没反应过来 沈志默就跑掉了 我正了正 望着他的背影 有些失神 沈志默应该算是 前世唯一一个站出来 替我澄清的同班同学了 前世高考 他也只是以一分之差 落在我身后 可惜他的澄清 反而引起了网友的质疑 因为他家也有钱 还和我分数相差不大 网友都纷纷猜测 他和我一样 通过家里的关系做了币 但其实沈志默和我一样 全靠自己 我俩一敌一友 全年级第一不是他 就是我 每次的考试 对于我二人而言 不仅仅是考试 还是我们之间的比赛 听得有些幼稚 但我很享受 这样互相监督 互相进步的感觉 前世我死后 灵魂飘在家里 经常会看见 他来我家安抚我爸妈 他告诉我爸妈 讲述着我有多优秀 绝对不可能作弊 让我的爸妈要相信我 可惜 就算证实了 我没作弊也没用了 我已经死了 不过好在是回来了 我长叙了口气 便看见沈志默 领着班主任走了过来 看着他们身后 跟着的一群人 我一直有些傻眼 沈志默扯了扯我的衣角 小声说道 我直接跟老师说 宋明和苏丽一在那啥 他们就全跟过来了 我 我默默给沈志默 说了大母哥 便朝班主任说道 老师 这事还是你去看看吧 临近高考的他们还 班主任气得 直接向前走到器械室门口 一脚踹开了门 紧接着便听见 苏丽一的尖叫声 我故意后退一步 让其他同学 能看到里面的画面 班主任气急败坏 你们两个在做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穿上衣服 高考都不到一个月了 你们满脑子 竟然还想着这种事情 是不是想退学呀 尤其是你 苏丽一同学 学校念及你家境苦难 给了你不少帮助 你就是这么回报学校的吗 我挑了挑眉 跟着人群挤进了器械室 就看见宋明和苏丽一 浑身赤裸的紧紧相拥在一起 宋明看见了我 瞬间炸了 凌家 是不是你故意搞的鬼 你故意要整我和依依的 我笑着扒开了人群 直接走到他跟前 又是一巴掌打过去 癩蛤蟆套青蛙皮 穿得不花碗里花 你自己做的事 还想按在我头上呢 宋明 难不成你和苏丽一翘课 也是我逼你们的 是我把你俩锁到了器械室 还是我给你俩都下了药 让你们都情难自尽 做起这种事啊 还是你有被迫害妄想症 自己做的事 都归咎到别人身上 都说是别人逼你做的呀 哎呦喂 那可不得了了呢 这可是精神病啊宋明 精神病时可是不能入伍的呀 可你要是连兵都当不了了 你还能做什么呢 宋明怒气甜胸 正要伸出手来打我 他怀里的苏丽一 却突然呻吟了一声 我瞬间反应过来 赶忙后退了一步 嘖嘖嘖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俩还能结合在一起呢 宋明 这总不能是我 逼着不让你抽出来的吧 一旁的沈志默走了过来 用手挡住了我的眼睛 老师 这事还是你来解决吧 我和林家 现在同学回去复习去了 高考重要阶段 我们就不把时间浪费 在这种事情上了 班主任也反应了过来 赶紧叫我和沈志默 带其他同学离开 临走前 我还听见班主任 命令宋明和苏丽一 穿好衣服去办公室 后来 宋明和苏丽一 被骂了整整两节课 才灰头土脸的回到了教室 我听其他人说 倒是没请家长 但是两人都得写检讨 下周还得在主席台上念出来 嘖嘖嘖 有够射死的 不过这都算轻饶他俩了 这件事当天下午 就被挂在了校内的表白墙上了 除去我们高三的 没太多时间吃瓜 低年级的都疯狂在网上讨论 不过光在校园内传播 有什么意思 我反手便买个热搜 直接把这事曝光到网上了 在这个时间段 一旦扯上高三声 关注量就极其的高 网上全是吐槽宋明和苏丽一等 还有不少网友 在扒两人的信息 我笑着收起了手机 下了车 我前世所遭受过的 总得也要让他们尝一尝才行 我刚走进家 就看见林奇冲了过来 指着我大骂 林家 你还有脸回来呢 你真是有构见了呀 竟然敢欺负一一 我不耐烦的 直接推开了他 林奇 你能闭嘴吗 你一说话就把你的智商暴露了 你脑袋空不要紧 我冷漠的瞥了他一眼 乐笑了 你难道不纯 你要不要看看你现在的表情 就跟二愣子一样 说我欺负苏丽一 你有什么证据呀 哦 你该不会是说 今天他和宋明在七卸市 浑身赤裸的啪啪啪 被班主任发现的事 是我欺负他苏丽一吧 请问苏丽一是傻子吗 难道是我叫他去跟宋明啪啪啪 还当着众人的面 声音出声了吗 林奇暴跳如雷 你说谎 一跟我说了 真是假的 明明是你诬陷他的 林家 你居然都敢撒这种谎了 我看你真的是欠教育了 你等着 我这就去告诉咱爸妈 你看他们怎么收拾你 他话音刚落 爸妈就从屋外走了进来 林奇赶忙退开我 爸 妈 你赶紧管管林家啊 他居然欺负一一 诬陷一一跟宋明座 他话还没说完 我爸直接一巴掌 打在了他脑门上 关你姐什么事 你一天这么闲 怎么不将心思都放到学习上 你看看你最近的成绩 林奇 你都出三了 你能不能学习下你姐 让我们省点心 至于那个什么苏林一 你姐根本没有错 对了 佳佳 你还是离这种不自爱的女孩子 离远一些 我笑着点头 故意当着林奇的面说道 我已经想明白了 我也不打算继续自助他了 当初苏林一跑我面前来说 自己有多可怜 读不起书 我一时心软 一直自助他 结果没想到他反过来 还对我跟林奇的关系挑拨离间 还得宋明勾搭在一块 我真是看错了人 林奇明了明眉 你瞎说什么呢 一一哪里有在挑拨离间 算了 妈 不跟他见识 他还小 缺乏锻炼 我看他估计也考不上好学校了 还不如送他去宋叔叔那历练下吧 我爸点头表示同意 我也是这么想的 免得哪一天 给我在外面被人带坏了 还有林奇 这段时间你最好夹起尾巴做人 被我发现 你要还跟那个苏林一接触 你就给我滚出林家 我眯了眯一眼 笑着看向愤愤不平的林奇 他实在是太天真了 我可是他亲姐呀 几句话便能定他的去路了 我顺道又和爸妈说了下 宋明今天如何维护苏林一后 还将过错推到我身上的事 气得我爸转头就要 给宋明他爸打电话告状 第二天一早 宋明气冲冲地跑了过来 林家 你为什么要取消对依依的资助 我抬起头 直接白了他一眼 你管那么宽 是不是经过你们家的份车 你都要尝尝闲淡啊 我决定做什么 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 他身后的苏林一 慢吞吞地跟了过来 双眼通红 对啊 林家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 嫌我穷 可当初说好 资助我的人是你 你怎么能说不资助就不资助了呢 如果 如果你是因为昨天的试制气的话 那我 那我跪下来求你好了 他说完这句 就直挺挺地跪在我跟前 声泪俱下 对不起 林家 我知道错了 可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 你家有钱 可以想一出就是一出 可我不行啊 我还要生活啊 我不满地责了一声 拽起苏林一 扯掉了他的项链 抛下了他手腕上的玉镯 手链 我晃了晃 冷笑着往他脸上丢 苏林一 你不是说你家穷 我资助给你学习的钱 你就全拿去买 这些大牌充门便了是吧 还好意思在我面前哭诉 我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出来的 你不将我资助的钱花在学习上 那我自然有停止资助的权利 还有你 宋明 你一个私生子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苏林一颤抖着身子 直接倒在了宋明怀里哭 连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宋明紧咬下唇 阴沉着脸低声怒吼 林家 你别太过分了 你别仗着跟我一起长大 就可以四处曝光我的隐私 我是可以告你亲赞我的隐私权的 我笑出了声 哎呦 我好怕怕哦 那你以前仗着自己的身份 横行霸道搞威胁这一套的时候 怎么不吭声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你捏造虚假事实啊 宋明张红了脸 紧紧攥住了拳头 班主任就在这个手走了进来 宋明瞧了一眼 快步走到班主任跟前 老师 我要到林家校园 霸凌我和苏林一同学 他取消了对苏林一的资助 还恶意诋毁我 你必须得惩罚他 班主任冷着脸 嘲讽地说道 闹什么呢 昨天的事还没教训得够吗 忘了昨天你们两个是怎么哭着求我不要请家长的了 宋明非但没获取到帮助 反倒被班主任又拉着骂了一通 他也不想想 他和苏林一昨天搞出那么大的事 连网上都在讨论他俩了 身为他俩的老师 班主任肯定没少被学校领导约谈教育 人家正在气头上呢 宋明还不识好歹地凑上跟前找骂 真是活该 下课后 我刚走出教室 苏林一就凑了过来 他将我直接拉到了角落 四处张望 确定无人后 直接气愤地推了我一下 林家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就因为我和苏明哥哥还有林奇的关系比你好 你就心里不平衡要教训我吗 可招人喜爱又不是我的错 他们喜欢我 那只能说明是你自己魅力不行 你凭什么取消掉资助 你当初可是口口声声说好了 要资助到我上大学的 你都拥有那么多了 你家都那么有钱了 你分我一点怎么了 我告诉你 我不允许你撤销对我的资助 我彻底被苏林一的这套逻辑给弃笑了 我家有钱我就必须分给你 苏林一 我真的挺想象你要几张脸皮的 我瞧你这脸皮里三层外三层的 少几层皮 说不定就没这么丢脸了吧 一天靠我好欺负 就逮着我使劲祸祸 你这么有本事 怎么不找你的宋明哥哥来资助你啊 哦因为他私生子啊 宋家不过怎么管他的呀 又哪有闲钱来养你呢 苏林一 你有空来和我对质 还不如好好想想自己的以后吧 苏林一面露阴狠 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腕 你别露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我来和你私聊 是想给你个机会 让你懂点事 老老实实地继续资助我 否则等我进了宋家 你别怪我往死里整你 我笑出了声 进宋家 请问你的脑子里是进水盈了吗 还认为自己能进宋家 苏林一明显是没听出来我在骂他 还高傲地甩了甩头发 宋明哥哥可是承诺我了 等我们高中一毕业 就先举办婚礼 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 就不怕宋家不承认我 我冷声笑笑 懒得反驳他 这宋明还真是像他亲妈 想法多如出一辙 可他也未免太把自己当一会儿试了吧 我刚要离开 就看见不远处 一个身形鼻挺的男人 领着一群同样站姿的人 往我们教室走 我笑出了声 回头看向苏林一 你想生米煮成熟饭 就是不知道没宋明了 你还怎么生米煮成熟饭啊 苏林一一正 面露慌张 你什么意思 我没吭声 快步往教室走 刚进去 就瞧见宋叔叔一拳 直接将宋明揍到了地上 宋叔叔挥了挥手 他身后的人 就有条不紊的架起宋明 帮忙收拾其他的东西 跟过来的苏林一愣了愣 赶紧跑了过去 你们这是在干嘛 宋明哥哥 你没事吧呜呜 苏林一生气的看向宋叔叔 直接指着他质问 这位叔叔 你怎么能上来说 打人就打人呢 还有 这里是学校 你们怎么能私私闯进来呢 我扯了扯嘴角 有些无语 要不然说 苏林一脑子注水赢了呢 想在宋明面前表现 那也得分分面前的人是谁啊 我走上前 宋叔叔 宋叔叔转过身 冷淡的脸色 在看见我后 稍微缓和了许多 他摸了摸我的头 抱歉 加加 我替宋明跟你说声对不起 宋明我先带走了 既然在学校不好好学习 那就别带在这 耽误你们复习了 你好好考 到时候 叔叔送你礼物 我笑着谢过宋叔叔 目送他领着人离开了 我回头看向面如死灰 浑身颤抖的苏林一 感叹道 苏林一 你的小脑可真发达呀 把大脑的地儿都给占了 海生米煮成熟饭呢 笑死了 自从宋明被从学校带走后 苏林一再也不敢作妖了 安分了下来 再加上 灵奇也被我爸关在家里收了手机 苏林一想联系也联系不上 我又因为和沈志默打了个赌 成天都忙着复习刷题 根本也没空搭理他 很快就到了高考 连着考了三天 总算能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 沈志默正好联系我 邀请我出国三星 我们两家本来关系也还不错 我便将沈志默的提议告诉了我爸妈 我爸大手一挥 直接包了鸡 两家人一同出去旅游 不过说是玩 主要是他们大人玩 我和沈志默又跑去参加了个竞赛 可惜我俩还是没分出胜负 获得了同样的分数 玩得差不多了 我们便飞回了国 刚到家就看见 本应该在部队训练的林奇 闲散地待在家里 我爸气坏了 叫嚣着要打他 林奇一反常态 善笑说道 爸 我这不是想等姐的成绩出来吗 谁特别信你的这些鬼话 你不搞妖娥子就行了 赶紧给我滚回你送叔叔那去训练 我眯了眯眼睛 开口帮林奇说道 算了 爸 他这么关心我这个亲姐的成绩 就让他等到我成绩出来了再说呗 免得等一下好戏开眼了 他这男配就不在了 多没意思啊 没过两天 高考成绩就下来了 班主任也打来了电话 我约好了第二天去学校面谈 以及接受采访 刚挂断班主任这边的电话 沈志默也打过来了 接到通知了 我笑笑 当然 明天一起呗 听到门外的动静声 我简单和沈志默说了几句 便一把打开了卧室门 林奇失去了支撑点 直接向我扑了过来 我身子一侧 直接将他踢到了地上 林家 你踹我 你偷听我打电话 我还不能踹你了 这么着急 想知道我明天几点去学校 该不会是想跟某些人通风报信吧 林奇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连忙反驳 你 你胡说 我早就跟苏林一没联系了 我身为你弟弟 我这是在关心你而已 我也没说是苏林一啊 你着急个什么劲啊 我转身下楼 找到家里的保姆 特地大声地说道 江阿姨 麻烦你明天早点给我准备份早餐 我明天早上九点得去学校 第二天一早 我和沈志默到学校的时候 宋明他们三个人 早早地就在一旁等候了 看着苏林一想上前搭话 我直接拉着沈志默往里面走 现在还不是收拾他们的时候 我更好奇的是 我和沈志默两人的成绩 这次高考的试卷换成了乙卷 和前世并不一样 我虽然有信心 不会和前世相差太大 但我和沈志默可是打了赌的 谁要是成绩比对方低 可是得答应对方一个条件的 可当我知道我俩成绩的时候 我简直哭笑不得 哪怕是换成了乙卷 我还是考到了沈状元 而沈志默和我一分不差 一分不多 并列状元 我和沈志默都选择了北大 当场签好了合同 接下来 就是接受访问的时候了 学校领导领着我们 走到教学楼外 安排好站位 开始了采访 沈志默看见跟过来的 站在镜头外的苏林一三个人 看了看我 我笑着摇头 示意不用搭理 主持人刚介绍完我状元的身份 苏林一便故意凑了过来 林家 你好厉害啊 居然真的考到状元了 哎 那时候我叫你帮我给我牙体 你还不愿意 说自己肯定能中状元 真羡慕你啊 家里有钱 还没考试 就知道自己能考中状元了 不像我 怎么复习也考不过你 班主任瞬间气炸了 强行拉过苏林一 苏林一 你在胡说些什么 你自己什么德性 还用我来挑明吗 我缓缓看向正对着我的镜头 轻声说道 叔叔 确定是在直播吧 摄像师呆呆地点了点头 我冷笑 反手拽着苏林一的头发 又把他拉进了镜头前 来 各位屏幕前的哥哥姐姐叔叔 一问看清楚了 看清楚这白眼狼长什么模样 我反手一巴掌甩在了他脸上 当着镜头直接发疯 苏林一 我瞧你左看像白痴 右看像傻子 上看像头猪 下看像头驴 你能别出来丢人现眼了好吗 资助过你 简直是我的人生最大的污点 拿我资助你学习的钱去掉凯子 在高考最后一个月 跟我的主马在气泻石当中啪啪啪 还勾引我亲弟 现在还来质疑我的成绩有水分 你要不要脸啊 几句话 直接将苏林一的身份给点名了 他不就是想火吗 我让他火 宋明和林奇气急败坏地 将我和苏林一拉开 张嘴就要骂我 我直接反手用巴掌 堵住了他们二人的嘴 你俩可别开口跟我说话了 我这人有洁癖 闻不得臭味 我家真要能知手通天 早就知道了高考题目 那请问林奇这中考 怎么还落榜了呀 他不也是我林家的吗 一个连一模二模 都有走在六曲线边缘的人 是谁给你的底气 来给我泼脏水的呀 适合这两个男的 乱搞比你的勇气吗 我反手就掏出手机 直接将早就准备好的视频 堆到了镜头前 来来来 摄影师 气静静 给镜头前的都好好瞧瞧 就是一段苏林一和宋明 在器械室的视频 还有一段 是苏林一和林奇 前几天回林家 监控拍下来的视频 苏林一脸色彻底白了 这急忙慌的 想跑过来抢我的手机 我一脚就踹开了他 他祈求似的看向宋明 可宋明正忙着接电话 他又看向林奇 林奇也忙得不可开交的 和电话那头的人争辩 我可是特地给宋叔叔打了电话 嘱咐了他一定要看直播的 还有我爸妈也在看着呢 沈志默静静地等着我表演完一切 才憋着笑说道 我可以作证 林家所说的都是真的 而且 要是按照苏同学所说的 难道我的状元 也是靠作弊话来的吗 你是在质疑 我们当地的教育系统 以及全国的高考机密性吗 沈志默的话 把还在吃瓜的一众领导 给彻底惊醒了 连忙站出来澄清 高考试卷可是国家机密呀 再有钱 也没人有钱 当能花钱就买到机密呀 可惜前世苏林一 抓着网友仇付这一点 不断地激起网友的怒意 不断地在网上带节奏 甚至质疑本地官方 人员异于人 再加上一些境外势力 见缝插针 就算是有理智的人的发言 也引不起那群人的注意 他们只认定自己所认为的 就像苏林一 天真的认为自己 能凭借几句话就诋毁掉我 前世他是侥幸 这次他根本不会有机会 侥幸成功 因为这场直播 苏明三个人彻底火了 苏明被赶出了宋家 林奇也直接被我爸 赶到了深山老林里面 直播开始哭穷 诉说着我这位有钱人家的大小姐 是怎么校园霸凌他的 可这次 可没几个人信他的了呢 天天跑去他直播间 骂他的人大有人在 不过流量的时代 有人骂也是一种流量 要不说苏林一脸皮后呢 没多久就跟个没事人一般 在直播间带起了货 还招不起团队来了 我自然是不会让他好过的 反手便将收集到的 他赔水榜一大哥的事情 爆了出来 网上全是他的小视频 他的账号直接被平台封号了 他刚签约的公司 当场要解约他 还要求他付巨额赔偿金 我正在家里收拾行李的时候 宋明不知道怎么的 突然跑来我家了 他跪在门口 痛哭流涕地请求我原谅 对不起 佳佳 我知道错了 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呀 看在这么多年的友谊 你帮帮我好不好 我爸最喜欢你了 你去和他说一声 他肯定就会让我回宋家的 我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做出这种事了 我就是一时糊涂 觉得苏林一比较新鲜 和你不一样 我就玩玩而已 真的 你相信我 我心里最喜欢的人还是你 我身上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觉得十分恶心 眼看宋明伸出手要抱我小腿 沈志默直接拉开我一脚 踹在了宋明脸上 家家是你能叫的 宋明疼得捂住了鼻子 看见是沈志默 愣了一下 你怎么在这里 我白了白眼 他怎么不能在这里了 反倒是你 你的戏可以像你的钱一样赏吗 你当我不知道你是宋叔叔给你的钱 被你花完了快活不下去了 才跑来跟我演戏呢 宋家算是对你不错了吧 给你留了笔钱 才把你赶出家 你自己非要拿去赌的倾家荡产 怪谁啊 哦 可能得怪苏林一吧 我看着正怒气冲冲走过来的苏林一 向宋明指了指他 你的好依依可是靠着直播赚了不少钱呢 你要缺钱找他去 我这不是废品站 不收废品 我反手就关上了门 趴在门上 听见宋明和苏林一在我家门口争吵 吵了好一会儿 苏林一就被宋明拽走了 后来我在网上刷到了 苏林和苏林一的消息 蓝底白字 说是宋明偷走苏林一的钱财 准备逃走的时候 被苏林一撞了阵阵 宋明多少还学了点身手 几招下去就把苏林一给弄死了 他大半夜跑去海边丢失 结果被人撞见了 这辈子恐怕是出不来了 不过好消息是 他再也都用筹活不下去的事了 毕竟他这也算是端上了铁饭碗 我关掉了界面 轻轻拍了拍 靠在我肩膀上的沈志墨 别睡了 该登机了 该去迎接我美好的大学生活了